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事吧 这小子最近怎么了 总是阴阳怪气的 不行 得尽快打消他那种念头 跟他实话实说好了 我有 那他人呢 他在一个很远 很远的地方 为什么 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啊 那他就对下你不管了 我跟他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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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跟他呢 根本什么都不算 我们俩之间 没有约定 没有承诺 一直以来 应该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吧 可能到现在 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什么 他连你名字都不知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虽然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但是我们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这样你都能接受 不然你怎么办 逼着他爱我 他还算个男人吗 谁让他 是我师哥呢 他是你师哥 你俩不是两情相悦啊 不行 我带你去找他理论 讨回你的清白 他在哪里啊 你别闹我醒醒啊 都什么年代了 女人都可以做补快了 天大的事情 我们女人都可以自己担当 不用你替我出头 再说 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 我跟他注定没戏了 丹丹 你记住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都不是一个人 你还有我 呃 呃 圆班头啊 呃 还有 你以后别再叫我圆班头 就叫我制大了 呃 丹丹 咱俩成亲吧 呃 走走走 造谎 大人 原来他们俩安度陈仓了 哎 这也难怪 这么大个鸭门 孤男寡女都共处一室 她能不出事 哎 哎 这 也是我的失误 哎 你说这今后她该怎么办呢 夫妻道呗 哎 哎 不行 我得出去一下 哎 你去哪儿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得跟人家袁夫人交代一下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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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人 您不是开玩笑吧 哎 哎呀 这么重要的事 我怎么能够开玩笑呢 我是清耳听得千真万确 哎呦 我的宝贝长大了 真的长大了 太好了 竟然跟人家暗度陈仓 还有向人家提亲 真是太好了 我这当娘的终于有交代了 相公啊 咱们儿子长大了 太有出息了 咱们一会再聊啊 高大人 您说 我是说丹丹她这个 丹丹挺好的 怎么了 哎呀 丹丹啊 我怎么说呢 哎呀 我觉得丹丹挺好的 我跟你说 我儿子认识丹丹以后啊 就毕业了一个人 各方面啊 都进步很大 你看他 才上了你第一天 就去追谱 独公则男 没过几天 又帮助你们拿下周阿三 我觉得我儿子每天这么辛苦啊 人也结实了 这都是丹丹的功劳啊 你说这样的儿媳妇哪里去找啊 话虽如此啊 可是丹丹 丹丹她大手大脚 粗枝大叶 你说她要是个好捕快呢 这没有问题 不错 可是她要是做一个好媳妇 哦 高大人 这你就不必操心了 我看中的是啊 丹丹能够协助我儿子 建功立业 而且能保护我儿子 我这么身强力壮 家里的事交给我 等她生了孩子以后 丹是我来看着小可爱了 您不反对这枚情势啊 哎呀我求之不得 原来高大人对丹的姑娘这么关心 是啊是啊 丹丹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爹跟我是八败之交啊 他爹顾卫民是个一等一的 卫民除害 除暴安良 饥饿如仇的好捕快啊 哎呀可惜的是啊 在一次追捕匪徒的过程中 重复身亡 丹丹呢十二岁就失去了爹 他娘后来也改家了 丹丹的 你将来愿意像你爹一样 当个好捕快吗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那我要当一个好捕快 拿下所有的坏人 让天下太平 袁夫人您这是 丹丹丹这个姑娘 我们家要定了 好 好 好 喜儿 你在干嘛 坐仓啊 坐操 别坐了 家里要发生大变动了 新少奶要进门了 新少奶 这么说 我们家少爷要娶老婆了 可不是 哎呀我告诉你啊 这个新少奶 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姑娘 以后 你可得给我打击精神 还不快去收拾收拾 怎么收拾 好 反正就是把房子上上下下 给我打扫的一尘不染就是 上上下下 成熟 还不快去 走啦 走 好 好